所以蚯蚓怎样移动 也是一个出名的题目 他叫我们解释一下 他的移动的过程 不要想到太复杂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他的 muscle 又长了又全了 四分罢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写 首先他讲 Charging Dana Earthworm 是 hydrostatic的 是里面的液体帮助他移动 Bendaleo badan are fluid in the body cavity Bendaleo dalam ronga badan 他的身体的空间 他身体里面有空洞 就是 ronga badan body cavity 身体的空间 里面的液体呢 帮他移动 接着写什么 Othod pada dealing badan 有两种 你就讲这两种 Muscles at the body wall OK 你讲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uscles in the body wall 还是怎样 Longitudinal and circular muscles 你可以提到他们是 antagonistic muscles 他们是 Othod antagonistic 接着 一个 你就讲到一个 收缩 一个就放松 如果是 Othod melinga Circular muscle 那个圆的收缩 它就会怎样 它会变扁 对不对 它变瘦 对不对 就是讲它正在伸长 所以那一段 那一段 segment就是那一段 它会伸长 如果圈圈在收缩的时候 So circular muscle 收缩 causes segment to extend 这个时候 Longitudinal 那个长的 muscle 会放松 你可以自己 跟它重整 那个句子 你讲 那个segment变长 是什么呢 当segment变长的时候 它的圈圈的 muscle 是 手缩的 它的长的 muscle 是 放松的 接着 然后你就讲 K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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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有一个毛毛 这样的 对不对 Malindungi segment Yang Bende Dalam Posterior Keta Keta Secure the shortened segment in the posterior 不是 有一段 变瘦 长 它就动 不到 底 你记得吗 肥短的 那个肥的 就是不瘦的那一段 它不是有一些地方瘦 有一些地方肥 肥的那一段 它就动到地上 就是这个Keta 会跟它抓住地上 它讲 让它to the ground 让它在地上 同时 Manakala 你可以放兜号 segment anterior 就是该posterior肥短 它就动地上 segment anterior 慢慢讲 anterior 如果是长的时候 它是因为 automalinga 在收缩 它就不能动地 所以你要提到 它一边动地 一边没有动地 就可以了 你就讲 它会移动 就是这样 知道吗 总之你要提到 有个segment 比如说posterior 它肥短 因为那里做么 因为圈圈 放松 长的就 收缩 然后另外一段 anterior anterior 受长是因为 那里 圆圈的肌肉 手锁 长的肌肉 放松 就这样 你就讲 它靠着一个 就可以移动了 明白吗 OK 它只有四分 可是你看 我们的point 有这样多 所以你有写到 就有五分了 OK 接着 像我们看最后一个part了 plants have their own adaptation 植物有自己的本人摔样 就是它有适应能力 它适应了 它用一些特征 一些特质来适应 来得到指成 为了可以延续 生存下去 意思就是说 让它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英文是 sustaining their lives sustainability 现在六分 它叫我们解释 这些植物 怎样得到 一个是 Didalam Ae 它们有这样的指成 一个是 The Atastarat的 怎样指成 Water and Land的 有什么不同 我们分 三分三分 OK 我们分出来它的分数 OK 我们讲三分 给水的先 在水里它会怎样 水里的植物 如果它不能站直 它就叶子不会打开 就没有阳光 吸收不到阳光 对吗 所以水里的生物 你记得 它一定要有气泡 它才可以 它才可以站 尤其是 它叶子会有气泡 这样它叶子 不是会 可是它根 它的根就抓住 它在底部 这样它不是会 站了 对不对 OK 所以你要讲到 它有 在它细胞里面 会有很多的 Air spaces Air sex 也是可以 Sax 是 S-A-C-S OK 就是气泡 这样的意思 在它的stem 还有它的 Leaves Leaves 有S的这个 Leaves 叶子 OK 叶子 英文 等等的 所以你讲 OK 有很多的 气泡 然后 它的支撑是 Daya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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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支撑它 所以它跟鲸鱼一样 它有水的福利 在支撑它 所以这个植物 就会 佛 你要提到 The 阿宝 巴 的 本木 Float On a Surface 或者是 Float 你提到 它有福就好了 或者是它在水里面 还可以站直 就好了 就可以得到阳光 OK 接着 陆地的要怎样啊 OK 陆地的我们有分两种 就是 草直径 还有木 直径 记得 草直径 它们的木 它们的那个筋是 Batang Lembut Dida Bergayu 它的支撑哪里来啊 它的手工案是因为 Keserga 和Cell 记得 因为细胞的 Keserga 就是讲 很多水分 充满着水分 OK 因为那个水呢 会用Osmosis 这个方式啊 从泥土呢 被吸进它的叶子啊 它的根部啊 它的进里面 所以每一粒细胞都比较 都很丰满的话 你想想 那植物不是很直咯 相反的 如果啦 那个植物慢慢没有水分了 对吗 每一粒细胞都软一点哦 这样那植物就这样 所以植物 你一浇水 你就看到 过一阵子它就站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 它们支撑的方式 这种草直径 你要记得 Keserga 和Cell 这个字啊 它们的支撑是因为 它的Turgidity Cell Turgidity 记得这一个字 OK Turgidity 是水 用osmosis的方式 进入细胞 OK 木质镜是什么呢 木质镜是硬的 所以木质镜有 Batang Berkayu 它为什么会硬啊 因为它的Tissue 就是木质镜 Tissue Berkayu 它有很硬的 Woody Tissue 它的细胞组织 是木质镜细胞组织 所以例子是什么呢 Silent 还有Tracket 给它这两种细胞组织 这两种细胞组织都是很硬的 Silent 还有Tracket 我们以后会再学到 OK 就是这样罢了 这一个chapter 所以读一读 记得每一个chapter的essay 请你考试前读一下 essay啊 那一个structure啊 考试前读一下 知道吗 OK啊 就这样啊 所以等一下呢 下一个session 我们进新课了 第七课 你可以准备一下 OK 课本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请你准备一下 就是这样了 就这样了 对